祈福祈求要師父的加持 祈勤大家都能夠來 一起響應師父的慈悲 發揮慈悲 搶救生命 盡在生命電視台 接下來請收看 太陶法師太免紅髮即行 雙龍寺 坐落在海拔1053公尺的速鐵山上 又稱為速鐵寺 是起邁當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速鐵寺建於1383年 建次的緣由是在14世紀時 太北發現釋迦牟尼佛的設立 當時的人將設立放在白象背上 任由白象尋找供奉設立的位置 最後白象行進速鐵山 便停下腳步 於是決定在速鐵山 建次供奉設立子 取寺名為速鐵寺 寺前有一座290階的階梯 這是當時主要進入速鐵寺的入口 解堤入口處 是當時發動劍寺的高森巷 除了時間外 在寺旁另有一座纜車 提供民眾更便利的方式上山禮佛 雙龍寺的廣場摘植了歷史悠久的五遊樹 正盛放著難得一見的花朵 一旁供奉著600多年來速鐵寺中的高森 只要長向其中 恰恰 發動劍 有雙龍寺 3 1 佛寺中心是一座金色佛塔 供养了佛陀设立 因此常有各地佛教徒前来朝圣 从世界各方涌来的人群 同行在这里绕塔 点灯 拱花 香火缭绕中 呈现了法喜的氛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建瑶寺位于清脉古城之北 建于1455年 以1477年时 曾有一百多位佛教高僧 在此举行世界佛教徒会议 室内栽种了来自印度的菩提树 必菩提家爷正觉塔外形建寺 建瑶寺的意思极为七座宝塔 是指主要塔座上面的七座小塔 又称七玄塔 七个尖塔代表佛陀顿悟之后 在菩提家爷度过的奇州 其迈人相信这里特别是生肖属蛇人的守护圣地 因此供养了许多跟蛇有关的葛石雕像 供养佛塔 供养菩提树 当愿众生富贵自在得正菩提 向好庄严 供养 当愿众生消除烦恼得大施灾 眼睛漂亮得大智慧 向好庄严 茶室保住衣 供养三宝 供养佛塔 好 好 好 经典说 能够修复旧佛塔 比造星佛塔功德大 那哪一个功德像是修复旧佛塔的 好 经典说 供养佛塔 供养佛塔 修复大塔 无边功德 普皆回向 山途离苦 得身净土 现世者 向好庄严 出身高贵 福慧圆满 同臣佛道 临目充裕 玉印苍翠 古仆天然的戒咬寺 现正在维护枕修当中 海涛法师带领大众在此慈悲焉供 天灯 礼佛 并回向众生同得此功德 随后大众到寺院后方的水池 时时水族和其尿 随时随地解善缘 西脉古城区内有百余座博寺 若加上城外大大小小的寺宇 则多达五百多座 寺檐上的铃铛 常在风中发出清脆声响 临近贯穿整座城市 帕行寺为西元1345年时 帕渔王先在此建塔 放置父亲的遗骨 直到西元1367年 一尊狮子佛被供奉在此 因此改名为帕行寺 泰文原意为《狮子寺》 是一座紧笔辉黄 香火鼎盛的寺庙 且收藏了许多重要的兰娜艺术精华 你们刚刚手上供养的 那个黄色的花 他们是叫做Sedokok 这是北部的一个法 专门驱除障碍 所以他们如果你在清脉整个寺庙 其他整个清脉只有这个寺庙 有这个花 那么他们必须得解上 你们的名字跟身子 那么放上去 因为和尚做完碗 我们就会把这些东西拿去丢掉 那么大致上这些 他们信徒是不会带回家的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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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孝三藏诸恢劳 愿得智慧真明了 不愿罪障惜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堂 好我们到后面的佛塔 大殿正后方的大白塔 由帕渔王于1340年所建立 主要是为了供养佛陀的设立 大殿左后方是莱卡佛堂 内有珍贵的壁画和佛像 是经典的兰娜式建筑 为了供兰娜式建筑 造塔贴金功德 无边圣服 皆回向 法界有情 永离山途 向好庄严 出身为 得益佛陀 随佛出家 得正解脱 圆满佛道 所以我们造佛塔要随家设尊者一样 类似的过去的祖师大德 都将发愿的 得县世富贵 得解脱离苦 圆满存佛 这个是供佛塔的 也代表我们生命电视台大众 共佛塔 贴金一千块美金 大家都随喜 好大家注意哦 女生往这边 这边可以走进去 男生 从后面走 就种下一个出家的解脱的善根 在大殿后方有一座高僧殿 海涛法师提醒 要出家的人 可在此鼎礼发愿 坚定愿力 位于七脉古城中心的彩迪龙寺 泰文是大塔的意思 生姘 因寺院中一座历史酒院且宏伟的佛塔而立名 佛塔现存遗址约60公尺高 正在逐步修复中 是500年来期迈最高的建筑物